大家好 哎呀 哈哈 这个这个这个 我插插播一个啊 上次上次那个那个那个穿白圣衫的 那都是一天录的啊 那好几天前了啊 哎呀这个今天插播一个 为什么插播一个呢 就是因为这个这个婆罗西去了台湾了啊 所以我希望希望大家不要上头啊 希望大家不要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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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不要不要太至少至少不要太不爽了 这个这个我想我想很多中国人都不爽啊 其实啊 大家这个要要看明白这个台湾到底是什么 我说过了台湾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 中国这个中国这个机体啊 中华民族中华文明 或者叫中国文明 这个机体两千多年来 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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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糟粕啊 各种这个这个这个污泥浊水啊 很多 我我我以前用用的是反骨这个概念啊 反骨很多 这个这些反骨这些东西 他就就就就像就像流浓一样啊 就像拉屎一样 就像就像杀尿 就像就像兔痰 这都一样啊 这些东西啊 他得有个地方流出去 这个这个香港是一个地方 台湾是一个地方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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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美国人接受了很多轮子 这都是这都是这种 印度人接受了这个这个达那达那帮人 你想想这些人如果都留在中国是个什么情况 是不是 那那那中国就得消化他们 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话又说回来了 你想想共产党怎么成功的 人共产党去了苏联人家没待在苏联 人家回来了呀 这个说好听的叫用脚投票 其实就是放弃阵地嘛 对不对 其实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自己把自己当这个 当这个这个 这个 一级分子或者当这个 集体的这个 这个一个相当于一个 病灶吧 或者一个流子 自己把自己给割出去 其实包括我在内啊 我我我这个也是也是当年受影响 出国了出国了 然后 然后结婚结婚这个这个生孩子 然后这个这个特别是我当年又又取了个老美 所以 哎呀总之吧就是有好多借口吧 后来就就没就没回去 现在一想呢像我这种人在国内说不定也是也是成事不足 就是组组织 组织一个机体啊组织一个一个整体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组织啊 不是说是每一个这个零件都要最好的 或者说按照某种指标吧都要最好的 是吧 是吧 你比如说你造一辆汽车吧 不是说你一定要装一样装上法拉利或者是比加迪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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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发动机那你这个车就就好 那装一个合适的 中国也一样 中国也靠现在这些人建设 我们在国外很多人看着羡慕啊我也看着很羡慕啊 因为人家有事业是吧 有成有有有有有功绩 而且而且这个历史上会写一笔的 像我们这些人就就等于是把我们自己 从这个从这个祖国的这个这个事业里边实际 其实是人类历史的事业啊 毛主席当年说过嘛 正邪那时候开会的时候毛主席说这个我们有个共同的感觉 我们在做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其实中国人真的中国是代表全人类的我我我我这个书类的 不理由修写 哎呀什么时候我找时间慢慢讲讲我那个书吧 我实在是写完之后就再也没有兴趣 所以所以这个佩洛西去这个台湾这是件好事 而且而且话说回来了在佩洛西自己也是 美国这边也是不知不知己不知彼了 你看他把自己搞的这个困这个难场的哎呀 本来大油大白去就可以了 你看还还整得这么这么 神气兮兮的哈是神秘兮兮的哈 所以 所以 这个佩洛西就是去参观了一下中国的一个茅房 参观了一下中国的去去中国的台湾里边游了个泳 就是这么回事 这就这就难免让让让大家想起来这个抗美援潮了 毛主席当年这个这个警告美国不要过三八线是公开警告的 而且借口是因为跟美国没有这个外交关系 哎呀这个借口其实不是借口了可以找人带话吗 后来找印度带话啊 中国对美国的警告如果有用的话 如果能够改变美国人的行为的话 中国最希望谁看见 全世界这么多国家 当然是最希望印度看见了 所以中国人找印度带话 印度印度还也是不知己不知彼啊 还还还还给中国带话去了 带到美国 然后美国怎么可能让印度带一个话回去 说我们不过三八千 就跟今天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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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罗西一样啊 那个年代人家过三八千 就是就是这个大腰大白的过了 瞧不起你吗 中国作为一个屡战屡败啊 的国家警告 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 不让人家干什么事 那人家肯定是必须要干的 而且特别是将领是这个麦克阿瑟 是一个是一个很很是一个交兵汉将 在在美国那个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啊 是一个非常 是一个是一个是个非常这个这个你不仅牛逼啊 而且还表现的很牛逼的一个一个 一个还是很高调的一个一个 一个将军啊 他怎么可能不过怎么可能听 至少不能表现出来听了中国的话 这是肯定的 所以所以毛主席那时候是绝对是希望 美国人过三八仙的话 不然的话就没有常美援朝了 没有抗美援朝了 你想想看中国怎么得到工业基础 靠农业的产出 买不来什么东西 而且农业的生产周期一年一次 剩余能有多少 毛主席去给斯大林祝寿的时候 毛主席带的礼物是挤车这个这个羊呃 这个这个这个大葱白菜 毛主席带去的想给这个苏联搞贸易的 可是你搞贸易那时候的中国的产品 只有农业产品买不着东西的 这个美国人一过三八仙呢 中国的这个战争力量 在这个抗美援朝上 体现出来了 在这个价值啊 然后中国人或者说毛主席用抗美援朝跟 苏联 换来了这个一百多个吧 一百五十几个好像一百五十六个吧 项目 打下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所以是抗美援朝是志愿军战士的鲜血 和生命 回来 因为中国那时候啥也没有啊 你想中国被这个列强 瓜分这个掠夺了上百年 日本人来又掠夺了一泡 蒋介石走的时候等于是把中国的这个这个 压力最后是最后一点家底的都给卷破盖卷到 台湾去了 中国想买点东西那是啥都没有啊 中国人唯一有的就是就是战争 这个宝京战争创伤 然后呢这个抗打击能力 实际上 然后用自己的抗打击能力 跟这个 跟美国在一个比较合适的这个 适合中国人的这么一个地方 山区啊 基本上北朝鲜 打了一仗 然后体现了这个价值 然后把这个 工业基础搞到什么 今天也是一样啊 今天就中国这个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啊 这就是美国人不知己不知彼啊 美国人现在想玩是想小聪明啊 想玩这个小不忍择乱大谋啊 结果呢 他把这个目标集中注意力到中国以后呢 他把这些小国就放过了 然后这个小国的这个价值就 陡然提高啊 最明显的就是新加坡啊 当然了这次还去了好像还去了 还去了印尼吧 还是哪还是菲律宾 我记不清了 反正还去了一个国家 南韩也一样了 包括日本 他们的价值一下提高了 然后南美这些国家的价值都提高了 美国都不都不惹惹他们了 那么美国不惹这些小国了以后呢 他就必须得惹中国 他如果再连中国都不惹了 那你说让你让人美国怎么过 对不对 所以美国这个这个台湾还是要去的 这中国这个也是记忆人家一下 所以大家也不必是太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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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爽 应该很爽的 等于相当于客观上的是什么呢 是中国人把美国人这口气给泄了 美国人爽了一点 美国人舒服了 我估计他们是舒服了一下 然后呢 其他小国呢 什么南美这些小国呢 还有这个东南亚这些小国呢 他们就可以放肆一点 对美国放肆一点 因为他们的价值提高了 就这么简单 没有那么复杂 这个 好嘞